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似乎都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有的人消失,次次不见,有的人暂时隐顿,重新出现时却带给我们不小的惊喜。 就像毛不易,睽违已久,每一次听到他的歌都有新鲜被轻轻拨动的温柔蒸然,不由自主地让人感叹说,毛不易真的是太会唱了。 他从不炫技,没有华丽的高音,没有讨巧的铺牌,他的很多歌曲都自带温暖治愈的效果,总能让人从糟糕的情绪里得到抚慰,也让人对诸多易难平的生活琐碎感到释怀。 他自己呢,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也没有喧赫辉煌的背景,他走过的路不过是大多数人的日常经历。 就像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在岁月中漂泊。 毛不易为什么会红呢?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他的出现仿佛是一个艺术,宣告着一切不可能之外的可能性。 相貌平平又不善表达,喜欢唱歌,会点吉他,可要论其音乐素养,没有进行过专业系统学习的他显然是一个门外汉。 即将毕业的那一年,他和很多同学一样去医院实习。 一名男护士从精神科到重症监护室,再到急诊室。 他向置身于流水线上按值班表三班倒,循环往复。 那段时间他一度累到想死。 他租住的小房间,一进门就是床,无论在家里做什么,只要是一个人,电视都是外放的。 他说那样可以假装有人。 实习即将结束时,作为一名护理系的男生何去何从呢? 对未来无法预知的畅往,仿佛漆黑一团的前路,成了他那段时间最大的困扰。 采访中他曾说,每个人都差不太多,大学毕业然后找工作,我肯定是大多数了。 毛不易迷茫期的经历是每一位年轻人都曾有过的焦虑。 这种焦虑可能是明早的面试,可能是无法完成的业绩,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失恋,也可能是重新开始的忐忑不安。 茫然无措的人生,枯燥乏味的日复一日,为了有一个宣泄胸中快累的途径,毛不易将这些日常琐碎的情绪写进歌中。 后来当这些歌开始流行,疲惫不堪的人们一边唱着,一边流着眼泪,也一边储存明天继续前行的勇气。 因为他的歌植根于平凡的生活,所以每一首都很接地气。 有一天,他想买很多东西,可当自动存取管机上显示出那少得可怜的数字时,他突然希望自己很有钱。 哪一个普通人不曾幻想过腰缠万贯呢? 所以,当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的旋律在他口哨声里轻扬起来时, 现实的窘迫与异想天开的美梦也可以不必难以启齿地表达出来。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买下所有难得一见的笑脸, 让所有可怜的孩子不再胆怯,所有邪恶的人不再掌握话语权。 听来听去,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想一夜暴富的故事。 买下所有难得一见的笑脸,让胆小的孩子变得勇敢, 让邪恶的人不再不可一世,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悲悯。 但成名前,他也有渴望飞翔的期待,也有困受游斗的挣扎。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 1994年的毛不易出生在黑龙江奇奇哈尔市, 父母老来得子,只希望他可以快乐轻松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在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之前,他和身边很多朋友一样, 小学初中高中,按部就班地过着普通人生。 在校期间成绩不上不下,性格四平八稳, 你很难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高考那一年,他被莫名其妙地调剂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护理专业。 他没有暴跳如雷,拿着录取通知书,带着行李走进了校园。 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但也没有多么讨厌。 和同班的很多同学一样,他按照既定的时间和轨道顺势而为。 在校期间,他迷上了唱歌,参加过校园十家歌手的比赛, 也曾担任过校园歌手大赛的评委。 那是他青春里的一抹亮色,但他不善营销,很少积极主动, 所以自制甚好的他并没有像样的机会去进一步地大展宏图。 开始提笔写歌是在2016年。 一直爱唱歌的他开始自学吉他,兴之所致便尝试写歌。 第一首拿得出手的歌是为出嫁的姐姐写的。 他那时要从我们老家嫁到比较远的一个省, 然后我就给他写了一首歌。 正式开始写歌是在医院实习的期间, 在充斥消毒药水的环境中, 在混杂着胶着、悲伤、恐惧以及绝望各种情绪的氛围里, 悲欢交织、生死博弈, 他的神经被一次次强烈地刺激着。 于是他把种种感受写进了歌里。 在后来的比赛中唱过的大多数作品, 基本上都是他在医院那段时间写的。 实习时我见过上百个从我面前死去的病人, 但曾经第一个在我面前死去的, 是我本人的母亲。 虽然毛妈妈当时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胃部, 她仍然忍着巨大的痛楚努力吃饭, 吃不下去就吐出来再吃。 她不在意自己的生死, 只担心自己走后儿子无人照料。 我儿子一顿饭要吃一个荤菜一个素菜, 我走了,谁来照顾她? 但是最后妈妈还是走了, 而那时的毛不易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 再后来她为妈妈专门写了一婚一素, 月而鸣,风而轻, 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 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 知道我睡得清, 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 怕我再想起你。 时至今日, 她仍发短信给天堂里的妈妈, 仿佛她从未走远, 仿佛她仍在身边。 2017年2月1日, 修完了春节假期的毛不易, 从老家回到杭州, 再过三个月, 她在杭州地方医院的实习期即将结束。 那年冬天, 她在自己的微博写下, 我清楚地知道, 接下来的这一年, 对现阶段的我来说, 是会与以往不同的一年, 但目前为止, 我对所要面临的任何变化, 完全没有任何想象。 我会在哪个城市平凡地生活, 从事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微信里又会多出哪些好友, 期待, 但更彷徨。 这一年, 由金牌团队轻力打造的明日之子开始海选。 听闻明日之子包吃包住, 毛不易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了。 新手之战出师不力, 状况百出, 一出场麦克风坏了, 不得不重新录制了三遍, 正是表演时刚唱了一句吉他弦就断了。 后场时因为太紧张, 毛不易当时将一整瓶白酒一饮而尽。 好在, 险像还生的出场并没有终结她的海选之路。 灯光一打, 输着蘑菇头的她, 斜跨着一把吉他坐在高脚椅上, 旁若无人地唱起了自己写的歌。 在感觉自己是巨星中她诙谐幽默地唱到, 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 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 轻快活泼的风格, 台下嘉宾与观众的热烈响应, 让比赛现场似乎变成了她个人的演唱会。 当毛不易的几首歌频上热搜渐入佳境时, 开始她不相信自己会成功, 可还是明明内心打鼓, 外表却异常平静地走进了下一场比赛。 她记得当时薛之谦对她说过的那句话, 如果你只有之前的巨星那首歌拿去发专辑, 相信我你会死得很惨。 接着一首《萧愁》横空出世, 毛不易开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 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 清醒的人最荒唐。 毛不易一曲唱罢, 很多人泪湿眼角。 杨幂有一点好奇, 也有点心疼地问她, 毛不易你到底被生活抽过多少耳光, 歌词里才会有这么多故事啊? 她能有多少故事呢? 没有跌宕起伏的阅历, 也没有足以傲视群技的家世, 不想抓人眼球, 也不想讨好谁, 只要大家还愿意听, 她就愿意唱下去。 媒体想要从她身上挖掘那些歌词 背后的故事, 她却说, 歌词里的故事和我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确实有我的心情。 2017年的那个夏天, 毛不易在明日之子获得了总冠军, 创造了沉闷已久的中国歌坛的一个奇迹。 名声大噪后, 各种机会也分之踏来, 但她始终是那个内敛谦和, 容易害羞腼腆的毛不易。 萧萧曾点评她, 我喜欢毛不易是她的格局, 我在她的戒里听到了天地, 我在她的萧丑里听到了众生, 我在她的像我这样的人里面听到了自己。 或许这就是她藏在音乐里的态度, 既然不是上天偏爱的佼佼者, 那就照顾好云云众生的心情吧。 盛夏里的温暖, 不然里的执着, 木马城市里的顿悟。 她说, 我写歌的初衷就是为了记录生活。 生活原本单调乏味, 可当毛不易一张口, 我们忽然发现, 原来平凡的日子里, 也如此有滋有味, 有声有色。 李健曾在微博上给毛不易写下一段话, 你天生就是一个歌者, 幸运的是, 你现在只有二十几岁 就开始了真正的职业生涯, 而所谓的不幸, 是你刚刚崭露头角, 人们就对你寄予厚望。 稚气未脱的少年, 竟直接进入了漫长无比的成人跋涉中最艰难的路途。 没办法, 这就是命运。 李健太懂年少成名的悲与喜, 也看到了太多才华, 最终陷入平庸的泥闹。 毛不易自认平凡, 但他并不平庸。 对明星并不狂热, 对音乐却是全力以赴的热爱。 沐昕曾描述过这样的生活,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 每次都是安静地站在舞台上, 他不会跟着现场的火热疯狂左右摇摆, 他知道那不是他擅长的, 故静而远之。 唯有音乐响起时, 那个天生的歌者毛不易, 才爆发出忧远而深情的力量。 曾有记者问他, 会成为一个明星艺人吗? 我觉得能当就当, 当不了也觉得就算了, 唱歌作为一个兴趣, 已经足够让我快乐了。 音乐不是他的工具, 而是他生命力的源泉。 能快乐自己, 也能快乐他人, 对他而言, 已经足够幸福了。 所以大火时, 没见他志得意满, 遇到事业低潮时, 也没见他消极颓唐。 在歌手当打之年被淘汰时, 歌迷哭得稀里哗啦, 他却一如既往淡淡地, 脸上仍是标志性的羞涩的笑容。 毛不易的名字是他自己取的, 不易以为不改变, 对音乐的热爱不改初衷, 对人生的安排恶天之命。 这就是他, 一个年轻的身体里, 住着一颗通透的老灵魂。 2018年参加《无限歌谣记》的时候, 周俊伟带着毛不易去草原上骑马, 坐滑翔伞, 纵横潇洒, 于是开心道, 这就是青春呀。 毛不易却微笑着回了一句, 你要允许一些人有安静的青春。 真诚得有点淤, 可他也不是不会变通, 呆萌之下, 他也能对突然出现的小插曲, 应对自如。 在一档节目中, 张绍刚曾直言不讳地说, 蔡徐坤有人气, 毛不易有作品, 并让毛不易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毛不易听后立刻做出了反应, 人家也是。 随后他反问张绍刚说, 您觉得蔡徐坤靠什么呢? 不标榜自己, 也能替不在场的他人晚尊, 与其是他的情商高, 不如说是只是他一贯的修养。 参加奇遇人生的时候, 阿雅感谢毛不易, 说她的参加让四十岁的她 获得了很大的启发。 之后毛不易的一段话 顿时让阿雅喜笑颜开, 四十岁还很年轻, 倒也不至于考虑那么多, 四十岁是新的二十岁。 他的心存善意, 总是能让人在窘迫中 得到一丝安慰。 对人时一刀斐命, 安慰人时却以寥寥数语 就帮助别人打开心结。 在医院实习的那段日子里, 每次上完夜班, 他都会在昏暗的路灯下 看到那个卖炒饭的小摊。 经过时, 他会买一些炒饭和鸡爪, 后来他将这些写进了 他的深夜一角。 他的可贵之处 不仅来源于 如你我般的平凡, 也来源于 始终折服于心底的温柔 与善良。 在如今光怪陆离的歌坛 众神分出, 但他却始终是一介凡人。 在一个时代的集体狂欢中, 他显得有点落落寡和, 因为清醒与孤独, 他写出了那些疼痛的文字。 他努力挣脱盛世的喧嚣, 最后又融于人间烟火。 而这, 又多像我们每一个人呢。 鱼万丈红尘中, 想超越平凡, 最终又归于平凡。 清高而凛然的灵魂, 关照着我们俗世的肉身。 两年前, 他在成都的一次演唱会上说, 也许有一天我不能再写出 新的能够感动大家的歌了, 也许有一天我不想唱歌了, 我想去卖烧烤或者收房租, 也许有一天你们也有了 自己需要去忙的生活, 没有时间来。 那个时候可能我已经被大家忘记了, 不过希望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歌手, 还有一个能写出 感动你的歌的人, 希望他的歌还能够让你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温柔。 可是我想说, 毛不易曾经有你温暖过 我们的青春与人生, 疗愈过我们的痛苦与心灵, 这就够了。